下面我们就开始讲另外一个分析方式就是红外光谱 红外光谱在分析结构中间的时候也是非常有用的 我们也花一点比较多的功夫给大家来做分析 好 什么是红外光谱呢 就是用红外波段的电磁波来辐射样品 这个时候会导致你这个分子 它的架件它的架件的一个振动方式发生改变 那么这个光谱我们把它的振动方式发生改变以后 发生共振的时候吸收的红外光谱的波段记录下来 就得到的谱图就是红外光谱 好 我们先讲一下原理 红外光谱反映的是一个振动方式的变化 通常有这么几种振动方式 一种振动方式我们将来叫做导致一个剑长的变化 就比如说这根碳氢件 它发生振动的时候是剑长发生变化 是这么一个变化 所以是剑长的变化 它可以是对称的就两根剑 同时这么就这两根剑 同时在一起发生变化 剑长变化 或者是反对称的一长一短这么变化 这个都是剑长发生变化的 所以这种振动我们将它叫做伸缩振动 这是第一类振动方式 另外一种振动方式它剑长不再变 但它剑角在发生变化 它也属于振动方式 这个好像是构架件发生了弯曲 所以我们将它叫做弯曲振动 好对于弯曲振动可以分成两种情况 一种是在这个面上的 这样子一个像剪子一样的这个弯曲振动 或者是这么来回摇摆的弯曲振动 这是一种振动方式 还有一种是离开这个面 离开这个三个原子所形成面 这么去振动 或者一前一后振动 这四种情况都属于弯曲振动 所以弯曲振动它是一个导致剑角 原来是这么好一个剑角 它发生一个剑角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振动 所以这是弯曲振动 这些振动方式都会在红外光谱里面体现出来 有这么一个特点 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红外光谱的图 就是传说中的红外光谱图 大家我刚才刚给大家讲完核磁共振 大家脑子里面还有核磁共振 发现红外光谱图跟核磁共振图显然不一样 好如果是一个核磁共振图图的话 我这个氢原子 比如说核磁共振轻谱 我这个氢原子在核磁共振里面只是一组峰 虽然分出一些小差 但是它是一组峰 这个氢原子也是一组峰 不会说一个氢原子在核磁共振图里面 在七八个峰在那 但是红外光谱有所不同 红外光谱体现是某一根共振件的振动方式 它可能这个峰体现是这个探轻件的伸缩振动方式 同样一根探轻件 它的伸缩振动方式在这儿出峰 它的弯曲振动方式又跑这儿来出峰的 所以一张红外谱图有时候会比较复杂 尽管只有探探件和探轻件 但探轻件它就给你伸缩振动 弯曲振动就给你出了几个峰 探探件伸缩振动弯曲振动也在这儿出峰 所以我们在分析红外谱图的时候 一定要讲清楚两个事情 描述任何一个峰的时候 你要描述要两个要素都讲出来 一个这个要素是哪根件的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峰是探轻件 还要说是哪个探轻件 是甲基中间探轻件的 这第一个因素要描 一个元素要描述出来 哪根件的 第二个描述的什么振动方式 伸缩振动方式还是弯曲振动方式 至少要描述这两点 我才能把一个峰的归属 我们归属就是它的起因是什么 说清楚 好 这是红外和和词的最大差别 红外你一定要把这两点讲清楚 谁的什么运动方式造就了这个峰 好 这是我们讲关于红外谱图 好 关于红外谱图我们看 不外乎也是一个信号 对于信号来讲跟和词一样 它有一个信号的位置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出一个峰 也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生共振 它吸收的能量 它有一个位置 还有一个强度 强度就是为什么有的峰比较强 有的峰比较弱 这是强度 这两个信息我们要分析 对于和词来讲 还有一个峰的精细结构分叉 但红外好像这个分叉没有太多规律 很丑 不像和词那么优美 什么吉比吉什么对应的那么漂亮 它是很丑 所以对于红外来讲 一般我们都不讲它精细结构了 其他的一些细的分析 我们后面有兴趣 会给大家单独再讲一下 所以拿到一个红外谱图 我们重点分析 为什么在这地方出峰 是到底谁的哪一种震动在这出峰 也就是说我一旦看到这个地方有峰的话 我马上就能推测 哦 这个结构中间应该有碳氢键 为什么碳氢伸缩震动在这出峰了 我就推测有碳氢键 比如这个地方出一个峰 我估计哦 它是碳氧伸缩震动峰 我就估计这个结构中间应该有碳氧单键 或者碳氧双键 我马上就能推测出来 也就是说红外 它在推测观人团的时候非常有用 观人团中间有碳氧酸键 我一看这边有个碳氧酸键的伸缩震动峰 那我就觉得十有八九 这里有汤基 不管是全的汤基也好 同的汤基也好 或者缩酸 或者缩酸衍生物汤基都好 它应该有这个结构 如果我顺便同时又发现一个碳氧酸键 那我可能高度怀疑 它可能是纯或者缩酸 或者是纸这一类的结构 所以很容易在观人团的拼接上面 可以得到信息 所以这是一个位置 还有强度 强度就是为什么有的风很强 有的风很弱 之间会有关系 所以关于红外的话 我们先分析两个事情 我们先看一下简单的强度 我们先比较好分析 为什么有的风强 有的风弱 有这么几个规律 强度的话 一般来讲 急性箭 如果是一个急性的箭 它出的风就比较强 所以拿到一个普图来讲 比如说碳氢伸缩振动风就很强 再比如说碳氢伸缩振动也很强 氧氢伸缩振动也很强 氮氢伸缩振动 就是不同的原子组成的急性箭 它的伸缩振动就很强 但是非急性箭 比如说碳碳单箭 碳碳双箭 碳碳三箭 这些风都非常弱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这就是一个顽听的一个风 它中间很多碳碳单箭 都找不到碳碳单箭的风 很弱很弱很弱 所以它有这么一个特点 你要看到强的风 都是一些急性箭的一些风 很强 而如果比如说是这种结构 乙丸的这个结构 如果是乙丸的这个结构的话 它中间这个碳碳单箭 是一根非急性箭 所以它在红外里面就没有风 所以完全对称的结构中间 这个碳碳箭它是没有风的 有这么一个特点 好 这第一点 急性箭出风比较强 还有一个 我们知道振动方式 有伸缩振动 有弯曲振动 这种不同的振动 导致分子的急性变化不一样 它是导致急性变化大的振动方式 它出风强 不是变大 是变化大 就是 如果一种振动方式 它导致的一个急性的变化比较大的话 它的风会出的比较强 而我们知道如果伸缩振动的话 它是一个渐长的变化 所以它的急性变化是比较强 所以它出的风是比较强的 而对于弯曲振动来说 它会稍微弱一点 因为它导致的急性变化比较小 所以我们拿到一个红外一个普图的时候 我们发现 这种伸缩振动风一般是比较强的 这种弯曲振动风会比较弱 我们通常对这种强的大的风 就是急性变化比较强的这些风 我们都会做一些重点分析 所以对于风的强弱来讲 一般来讲我们有几个代号来表示 BS就是very strong 就是非常强 S是强 M是中 W是weak是弱的 V呢是可变的 可强可弱的 那个是另外的情况 好 这是第一个 关于信号的强度 给大家介绍在这儿 有一些基本概念 而有时候我们可以利用信号强度 做一个定性分析 比如说我们就盯住了这根风 这个这个风 做定性分析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锁定一个风 不能是乱来 我们就锁定了这个风 我们可以配它不同浓度的样品 那么随着浓度的增大 这个风强度是逐渐增大的 之间是有线性关系 可以利用Lammerbill定律 来做个计算 来做一个拟合 大家可能以前做过就是 风光光度计的实验 风光光度计用的是 可见光和紫外光来做定量 锁定一个波长 你们做风光光度计的时候 一定会告诉你用哪个波长来监测 红外也可以 你也可以锁定一个波长 锁定到它吸收风最强的波长 那么它样品浓度不一样 它这个风不一样 可以作为一个定量分析的一个策略 好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信号的强度 再一点是关于信号的位置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出风 不在那个地方出风 有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描述方式 这个描述方式就是虎波定律 虎波定律 这个虎波定律是怎么样 啊 虎波定律 对不起 虎波定律 它就把这个振度中间的 这两个原子看成连在弹簧上的两个小球 在小球做剪辑振度 那么发生振动的时候 它的频率是和连接两个小球的 弹簧的强度是相关的 它还跟连接这两个小球 这两个小球的质量是相关的 所以这是一个 关于用虎波定律来描述 它振动的一个频率的一个关系 在红外中间通常不用它 不直接用频率 用的是波数 那么波数是频率除以光数 那么这样子 波数值就是等于2πc 这么一个关系 好 通过这个图 我们就能够做一个 通过这个公式 我们可以做一个基本分析 如果参与振动的这两个小球 以及中间的这个被认为是弹簧 实际上是共架件的这个结构 如果它的k值比较大的话 那么它振动的波数就比较大 如果它的折合质量 μ值比较小的话 那么它的振动时候 普图中间它出锋的位置的波数会比较大 好 这就是根据呼克定律 就是呼克定律 我们能够推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规律 行 好的 那么这样子 我们对呼克定律做了一个基本的一个解释 那么下面我们下一节课 会给大家再分析 通过呼克定律 我们怎么来判断一个分子 它的不同的键的不同振动方式 应该在红外波普的什么位置出风 行 这节课就到这 谢谢 下课 谢谢 谢谢